使用ATM汇款 只是如果账户号码按错了 把钱汇到了陌生人的户头里 事情可就麻烦了 一般来讲如果账号错误 ATM会发出警示 转入账户状况简合有误 如果这么刚好 按错的账号是陌生人的户头 钱就会汇出去 新北市一位李小姐就遇到类似麻烦 按错一个号码 钱汇错了损失三万块 依巡管道先向存管银行申诉 按照流程 金融单位会协助处理 这个表格我们再帮他寄到银行去 然后由银行联络那一个 错误账号的那一个客人 然后客人再去联络 误给他钱的人 依据申诉民众需求 存款银行会向收款银行发文 要求退回款项 但前提是 必须得到收款当事人的同意 一旦收款人不愿意还钱 申诉民众只能寻求法律途径 先报警备案 再以对方有不当得力之前告上法院 只是光跑法院浪费不少时间 不然的话就是要走法律途径 没有办法 因为钱已经入到户头里 这就是属于你的权利了 金融单位表示 因为钱已经入了账户 依法没有权利动用任何用户的钱 如果ATM会错款 民众只能自己想办法 超过三万块的话 会核对一下你的资料 担心ATM会款出差错 民众不妨零贵会款 由银行员帮忙再一次确认账号 但最重要的是 会款前账号必须一再确认 小心再小心 才能免去后续追钱的困扰 记者林正彦宋佩文高雄报道